知名制作人周游,阿姑,和她的丈夫李朝勇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最近他们现身大型社福园游会,周游透露每年大约会捐出200万元做公益,希望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夫妻俩一直以来都热心公益。 李朝勇还打去说老婆周游口才好,总能说服别人捐款,已经87岁的周游每天行程都排得满满的。 李朝勇笑言,他这么热爱社交活动,如果没参加这些活动就容易生病,周游也表示同意,没参加这些活动会让人容易陷入忧郁症。 此前台媒报道,周游的一段曾被导演骚扰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周游的名字对于年轻一代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但实际上他是影视圈备受尊敬的制作人。 他曾操刀制作过《神雕侠侣》、《怀育公主》、《飞龙在天》等一系列高收视电视剧,帮助潘影子、贾静雯等众多明星走红。 与琼瑶、杨佩佩、周令刚一同被誉为四大制作人。 他在业界地位显赫,在成为制作人之前。 周游曾有多年的演员经历,16岁那年,他成功说服奶奶支持独自前往大城市发展,离家时还豪言壮志,誓言一定会成功回来。 尽管他的决定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甚至派遣两个哥哥赶到火车站,但因为未能够得月台票,未能成功将他带回。 然而,周游并没有辜负亲人的期望,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在演艺圈站稳脚跟,并成功赚够资金为家中盖了房子。 然而,演艺之路充满曲折。 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曾经一次海上演出,船只在狂风巨浪中剧烈摇晃,导致他的手指在门家中不慎受伤,甚至指甲整个脱落。 多年过去,手上留下的疤痕仍然是岁月的见证。 深谈职业生涯困扰,周游表示他经常被安排参加饭局,若敢拒绝,就可能面临演出被取消的严峻后果。 言谈之间,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眼泪,并感慨道,我这辈子真的受过太多的苦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周游爆料称曾被一位导演侵点拍戏,却在现场将他锁在房内,不断地打扰他。 所幸,他有仙剑之名,出门前特意穿了件紧身衣,导演无论怎样都无法拽起来。 结果,那位导演气喘吁吁,没能得逞。 尽管这些事已经过去多年,但周游再次回想起,仍然心有余悸,眼泪像止不住的泉水般涌出,令身旁的丈夫李朝勇感到心疼。 这一不幸经历也再度引发社会对演艺圈内问题的关注和深刻思考。 周游,本名周玉珍,是台湾演员,电视剧制作人,被称为阿姑。 1957年,周游毕业于嘉义女中初中部,后加入台湾省文化工作队,开始了演艺生涯。 随后,他来到台北市,边工作边办公办读,直至完成初中学业。 后来,担任台湾省文化工作队队长,并被推荐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学习一年,期间曾受到校长蒋中正的特别关照。 早年,周游以其出色的外貌出道,曾主演多部电视剧。 然而,后来他觉得自己更适合从事制作人的工作,因此转而投身幕后制作。 他制作过《梨花泪》、《神雕侠侣》、《霹雳神补》、《京城猎人》、《怀育公主》、《飞龙在天》等多部连续剧。 他是台湾拍摄武侠剧的先驱者,也是捧红攀影子的功臣。 贾静雯刚出道时,也是在周游的安排下出演了《飞龙在天》,从而在影视圈展露头角,得到各大导演的青睐。 周游制作的电视剧开创了武侠剧中女演员角色重要性的先河。 他的作品中女演员的戏份较大,并以大胆创新著称。 当年,他以仅一块钱的价格购得古龙先生的《楚留香之影子传奇》的版权。 2019年9月18日,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与台湾影人协会合作开设了演艺事业经营管理专办。 周游与其夫李朝勇被聘为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企业管理系兼职教授。 周游的前夫是中华民国国军职业军人冯元达,而他的现任丈夫李朝勇则是电视剧制作人。 两人共同经营着电视剧制作公司,永珍电视电影。 导演冯凯是周游与台湾省文化工作对同仁陈建良之子。 阿姑周游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一段传奇,而她与现任丈夫的缘分更是离奇奇妙。 当年两人因为一部戏结缘,暗生情愫,然而却未能在一起。 后来,他们各自组建了家庭,但最终又走到了一起。 2017年9月,被誉为《演艺圈神雕侠侣》的周游与李朝勇因为与一位名叫张的女性室友发生矛盾。 周游在一次记者会上含泪控诉李朝勇和张女的过分行为。 对张女的魅力也感到困惑。 据台湾媒体报道,80岁的周游正与丈夫李朝勇因她与外遇的婚外情闹离婚。 周游在两个儿子陪同下举行了记者会。 哭诉李朝勇九个月前被发现有外遇后,曾签了保证书并分别给了外遇张女二百万和一百八十万,但几天后她没有重归于好。 周游感叹自己曾是一个女暴君,屡次崩溃痛哭,称她以前是一个好丈夫,好导演,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她怒气冲冲地说,她实在太欺负人了。 周游虽然多次指责李朝勇的出轨行为,但也曾数次称赞她的优点,称她是一位优秀的导演和丈夫。 然而,她却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里,她变得撒谎,欺骗,辱骂,并对她家人恶劣相待,甚至威胁要害他们。 周游强调,这么好的丈夫竟然变成这样,都是那个张女教坏她,我会通过法律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许多朋友劝告她复合,但她认为已经无法挽回。 周游表示,她的财产已经全部分给了两个儿子,剩下的只有她和李朝勇的共同财产。 然而,她担心李朝勇会阻止她处理这部分财产。 周游的大儿子冯凯导演称,李朝勇一直声称他们打算争夺遗产,但冯凯解释道,这是不可能的。 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如果我妈有什么变故,她首先会分到一半,剩下的三分之一再由我们三个儿子分配。 她最多只能拿到65%,他们希望母亲的余生不会孤独。 但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她能回头对妈妈好,我们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记者会结束时,周游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起身离开,又忍不住继续抱怨道, 其实我要受伤也是因为她,因为她要跟我抢厕所,这引来了现场记者的一阵笑声。 在李朝勇表示只接受周游一个人,不原谅儿子的时候,冯凯说道,我们无所谓了,如果她回头,就是要接受妈妈,这是你的选择。 周游听后激动地说,她只要我一个,不要儿子,但我怎么会不爱我的儿子和孙子呢? 离开前,周游改变了之前激动痛哭的态度,坚定地告诉大家,我要做一个勇敢,骄傲,自信的女强人。 而当李朝勇接受电视媒体电话访问时,只留下一句,结婚38年,我还是爱她,然后挂了电话。 周游并非只有与李朝勇的感情经历不顺,她在过去几段恋情中也都以悲剧收场,甚至在自传中透露冯凯是她遭受干戈欺负后所生,感情路的坎坷令人深感惋惜。 在《台湾阿姑》一书中,她揭示了在事业即将起飞之际遭受干戈欺负导致怀孕的艰辛经历,她独自带着冯凯努力奋斗,后来与第一任丈夫冯姓上校结婚,但由于工作环境的差异,最终走上了离婚的道路。 随后,周游并迎来了第二任丈夫,演员张玉安。 然而,她原以为两人在演艺圈共同努力,相互支持,但却发现张玉安过于软弱,无法给予她所需的支持。 因此,在遇到李朝勇后,她产生了心动之情,尽管当时两人都已有各自的家庭,但仍然决定在一起。 这段禁忌的恋情不仅引起了轰动,整个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 据《中天新闻》报道,李朝勇曾经追车跳窗,用血书示爱,甚至为了让她戒烟而不惜用尽办法,使这段感情比偶像剧还要扣人心弦。 在2022年8月24日的生日宴上,李朝勇的过去被不断地调侃,让她无奈地表示,阿姑是处女座,又是属虎的。 一件事可以记五年,我天天都在忏悔,每晚床前还要跟她许一次饰演,她会问,我哪里比不上她,要是你没有那样多好。 周游的社交圈很广,生日宴上聚集了许多知名人士,包括狮子会创会会长张琼琳,纪录霞,李静美母子,周守训夫妻以及鸟莱墨,吴敏等,尽管年事已高,但周游的酒量依然不俗,每晚看电视时还会小酌一杯。 在爱情中,阿姑展现了少女心,有时和老公发脾气会突然搞失踪,让老公急忙寻找她,为两人的生活增添了些许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周游与李朝勇共同创立的台湾影人协会每年都会举办,听咱的歌,看咱的眼,台湾经典电视电影演唱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